如果这位车主当时开的不是特斯拉会是怎样的结果 昨天发生了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 一辆Model Y被对向车道迎面飞来的车撞得惨不忍睹 而不可思议的是这台Model Y的驾驶员却自己从车里走了出来 看起来并无大碍 这样一台在专业碰撞测试机构里永远都是满分成绩 销量榜单里永远都是名列前茅的车 这些媒体人的嘴里却总是刹车失灵 那到底尊重别人的生命吗 车辆的安全性不仅仅是一家车企的底线 更应该是媒体人的底线 媒体作为商业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去接商业广告无可厚非 但是在车辆的安全性上实话实说是最基本的原则 因为这关乎到无数粉丝无数观众无数家庭的生命安全 如果为了利益去抹黑一台安全性极高的车 去吹捧一些在副驾驶安全性上偷工减料的车 那样的媒体你们啥也不是